很多行業領域今年都可能有國策扶持 不只是打壓 你怎樣在現在的結構性調整當中 去找一些對的主題和股份給大家呢 譬如畫面上所見的這些 都是過去一年熱門討論的一些中資股的主題 我想首先要看回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 其實每一次可能有些社會政策出現的時候 主要都是三大重點 第一就是反貪 第二是環保 第三就是社會平等 我們會看到在不同的範疇裏面 其實都是希望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如果我們在看個別的市場裏面 其實亦都有一些投資的機會 例如我們看譬如說是醫療行業 其實當中因為這個監管 其實也都加快了整體那個 醫療創新的發展 還有創新的科技企業的發展 另外譬如說網上平台 網上平台可能都似乎有一些監管 但是隨著收緊了網上這個平台之後 其實也都創造了一些比較 更加公平 更加公開的一個競爭環境 其實最終對大眾市民是好的 那這些就只要選擇 或者找一些基金經理 是真的有follow開的 究竟哪一些比較優質的股份 就是不要想著整個指數 或者板塊這樣去撈底 只不過剛才你特別提過 可能譬如MSCI中國指數 我想都是一個benchmark 大家都拿著它來看 那你說今年來其實它跌幅差不多有1成4個外 那大家都覺得跌這麼多 那究竟我們接下來撈的是什麼時機呢 有時大家都會說 聽到基金經理說 估值便宜啊 這樣 那有多便宜 其實我看一看 菲西亞又不是真的很便宜 那你現在12.3倍左右 其實你10年平均是11左右 它又未曾去到跌低過10年平均 那那些投資者會問 會不會可以再便宜 現在是不是不是時候入市的 這樣說 如果我們看單是這個MSCI中國指數的話 那的確它的市盈率不是十分便宜 但是也都不是很貴 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因為除了是看市盈率之外 我們也都會看每股盈利增長率 那其實如果看回每股盈利增長率 大概是15-16%左右 那所以其實我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水平 那不過值得留意的就是 我們一直都強調就是 如果我們單是看一個 就是中國的指數 未必是能夠反映整個中國市場 那所以其實如果今時今日 我們覺得投資中國的話 其實應該要不斷去找一些新的趨勢 因應著改變而是會令到某些行業受惠 我們會覺得是有投資機會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